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霹雳小組鶴槍實彈拿著工具撞門 嫌犯嚇了好大一跳 還想往裡面跑 繼續 過來過來 警方繽紛十六路 逮到十四名嫌犯 他們是竹聯邦紅人會的成員 專門以鄰骨塔詐騙 集團成員相當狡猾 為了躲避警方追氣 刻意集結在賣場首扶梯和停車場 周遭分贓 警方一共搜出現金 塔位權賬和交戰手冊 另外還有三輛百萬名車 而他們的詐騙手法 主要鎖定年長者 謊稱有大公司收購鄰骨塔 要加入會員才能賣得掉 過程中還要收取 百分之六到二十的鑑定費 一共十五人受害 不乏所得高達五千萬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工廠 老闆除了退休金 還向地下錢莊借錢 三千萬通通血本無歸 邱信主嫌過去就有相關詐欺前科 算是鄰骨塔詐騙老手 類似詐騙層出不窮 尤其年關將近 警方大動作掃黑 避免再有無辜民眾受騙 三地新聞 台北採訪報導 常常隊伍從深夜排到早上 是什麼東西這麼搶手 瘋狂搶牌還能挑位置 人潮宛如廠房陣仗 原來是為了鄰骨塔 現代人不避諾身後勢 甚至還拿來當投資 本金沒有那麼多沒辦法買房的 他的確就有可能會選擇鄰骨塔 去做一個他投資標的 到達的地點方不方便 塔位的風水 投資客能夠掌握到 這兩個重點的話 那你的鄰骨塔轉手 很容易的情況下 每轉一手將近獲利 都是三到五成以上 理財達人形容 投資鄰骨塔跟看房一樣 不只眼光耀準 風水環境都是關鍵 工塔最大優勢就在價格 很親民大約十萬上下 司塔除了有品牌形象 加上飯店式管理 價格並不平宜 至少三十萬起跳 還有老一輩偏後四秒 價格得看塔位位置 從十五萬到三十萬不等 位居市交依山傍水 牧原寸土寸金 根據實價登錄 這塊地零點零三坪 就要價九十二萬 換算每坪高達三千 多萬比買豪宅還要貴 至於怎麼轉手 通常投資客會透過 殯葬業者媒合 特殊需求如臨近新人 或靠近大廳佛租等 熱區增值空間至少三成 慢慢的其實都會去做 這樣一個土葬的千丈 那你只要一千丈 你要知道那都是一大片的開發 所以他的需求量就會出來 價格自然而然就會帶上來 就是因為看準市場需求 詐騙集團巧立各項 明目專家強調下手前 先查清楚供訂價 才不會落入陷阱 三立兄貴言松松 想要台北報導 最重要是第一次的 是一盒 一段時間到 來 我們來